很久没有给大家带来大货了 那今天把这堂专项课拆成几个视频来进行一个讲解 希望也是对于我们五一之前给大家的一个福利 今天的这个专项课它是叫做多重底 它的一个战略意义 那它的第一篇是讲的微信底 大家好我是射手 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那基因次阳呢是我们择棘根状的一个标杆 而基因次阳的质量 它决定了短期后面行情的一个大小 这呢是之前反复去教过大家的 但是呢它其实后面另一层的生意 或者说是它的升级 是对应于什么股价底部 来决定上涨行情的一个节奏 我们透过这个底部就可以去判断后面行情 这个才是基因次阳的升级 那么本系列将通过V型 W型以及多重底 来解密背后的主力隐藏的逻辑 在我们面对以后下跌风险释放完毕 根据其走势就能够来提前读懂主控 从而什么去把握住后面的行情节奏 那我们来看 这个呢叫做南科高新 那适合在这里弄错了一点 但是和差不多啊 这个是弄成一个七次对比 其实应该是和大盘对比 但是大盘也好 或者七次板块也好 它这里它都是联营 都是下跌的 好吧 所以这里问题不大 那大家可以去对照这个时日去看一下 就知道了 那这个票呢 它就跟随着大盘什么一轮集跌之后 出现的一个基因次阳 而当打出了这两年版 我们就知道它是属于前期被动跟随主力下跌的行为 它是主力不得已而为之的下跌 它是一种勤非得已 主力并不想跌这么多 是因为当时大盘的原因 它所以只能什么借势往下砸 当然它的下砸这里面是有问题的对吧 为什么抵不出跌停这些前面讲过 我们就不重复了 所以当大盘一止跌 它就急于向上 为什么说它是用了急于向上 就是来自于我们说的基因次阳 它来的是涨停 涨停就是其迫切的向上心理 所以我们为什么挑基因次阳 往往要去挑这种 它就是因为我们看到了它急于向上的这个心理 这才是这个战法背后所隐藏的一个逻辑 所以基因次阳它只是一个表象 背后的逻辑 它的急切迫切的向上的心理 才是我们需要了解的真相 明不明白 好 那这样是打了两连板之后 一般连板行情是绕不开一次板的 它多少里面都会有顶一次 所以主力顶一次的位置就决定了其性质 大家注意看 它在这里顶出来的第一个一字板是处于多峰之下 看见没有 它是处于多峰之下 那这里一出一字板 我们就很清楚 它的第一个重要意义 主力有锁仓的意图 它干嘛要锁仓 它不在这里锁 它也不在上面去锁 它为什么要在这里锁仓 是因为什么 它的目标一定是什么 是左侧的上方 所以它在这个时候才需要顶一字 因为锁仓的方式是属于强行打过的 之所以用强行 是主力它采用了一种投机取巧的方式 常态 如果我们在车上 大家也知道 这个道理相信所有的散户朋友是都能够理解的 一字板涨停 哪怕原本有意愿在这里卖出的 它都愿意什么 多等一天 因为股市的常态是什么 不卖涨停 不买跌停 所以当日的一字涨停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 对于绝大多数的持股人 他都宁可去博次日的一个什么 高开 不能够继续封板 再卖 这样去博一个溢价 是不是那个价格比当天一字板卖出价格更高 它其实是来自于什么 市场的一个贪婪 人性的一个贪婪 而主力恰好 就是利用了人性的这一点贪婪 它顶一字板 让前期的套牢者 能够在这里形成一个短暂的什么 市场情趣的平稳 从而间接的达到帮助其所仓的目的 懂了吧 所以这是一种投机取巧的方式 因为本系列它是解读量价背后的逻辑 这个系列不是讲买卖点 那逻辑如果弄懂了 说句实在话 石盘交易中我们遇到的情况就可以什么 对号入座 什么对号入座 说的更直白一点 你就会知道 这里是大雅 这里是中雅 这里是小雅 这里是涨停 那后面我们对应的是不同的策略 对不对 所以的话 你就是持股 还是卖股 加仓 还是减仓 这才是本系列真正的意义所在 你只有读懂了 你才知道你后面该怎么办 你根本性没读懂 只是一个简单的 这里是涨停 这里是跌停 那没有用的 对吧 这就是他们说的 一听就会 一用就费 因为其根本的逻辑 你没真正弄懂 好 这里跟大家多啰嗦了两句 所以单从这票的战略上来说 它是没有结束的 为什么 它是直接一字跌顶 但是在这个后面我们不解读 因为一字板是无人卖的 对吧 那么我们要了解的是什么 一字板的意义 一旦它一字板 无人卖 开板 它不能够顶换手板 继续涨停 那行情就会戛然而止 所以它的后面我们不解读 那您看 这是最后一个一字板 它后面有没有换手板的出现 那没有 我告诉你 就下跌 当然后面的行情 那懂得都懂 我们今天只讲前面的 这个重要的意义 这是第一个意义 好吧 好 那同样 还是南科高新 这只不过是什么 它之前的这一段 那您就可以看到 它的这一波一字板的后面 就是顶什么 换手板上去了 所以大家就要知道 如果没有这个换手板 我告诉您 它的行情就到这里结束了 它就不会有后面 明不明白 那补充一点 这个板是T字板 它等同于一字板 为什么 因为在分式里面 它是没有任何买点的 开盘期涨停 T字板和一字板 有什么不同 没有不同 所以把它一样的 当成什么 一字板的锁仓来看待 好吧 你不要看见它 成了一个T字 你就分不清楚了 对吧 好 那我们为什么 要重视基因次养的质量 是因为优质的基因次养 它这个里面有概率是什么 阻力它的被迫下跌后的进攻 是本不想下跌 后的一个什么 快速的修复 我们一天到晚在讲 效率为王 效率为王 那短期 已经介入一只没有效率的票 试问怎么效率为王 所以只有优质的基因次养 它的后面才有大概率什么 短期会上涨 那即便是什么 发动不了连板的行情 那起码它短期的走势 也远远强过于那些 横盘震荡莫迹的票 让我们短期介入的盈利性 以及盈利的程度 能够大幅的提高 这才是效率为王 这才是基因次养 背后的真正意义所在 所以您洞悉了这个原理 请问以后 您还会去看那些 弱势的基因次养吗 您还会去看 哎呀 请问一下老师 这里是一根次养 它过的阴半 对不对 那是不是可以 则起干 那就看它过不过阴顶 如果我在这天发现了什么 涨停板的 我就不问这个问题了 我就直接干进去 或者刺耳我就盯着它了 对不对 这就明显就会有什么 就会有一个对比 所以大跌之后的基因次养 是容易让我们发现什么 行情率先走出来的第一批牛股 这里对应的是上阵的大盘 大家也看到 大盘目前走到了这个位置来的 对吧 当然这个地方 它没有可以先是射手 没有补充数据 那你想一下 但是在整个的这一段里面 是不是出了前后出了很多牛股了 但是我想请问 所有的牛股均出现在这里 或者均出现在这里 或者都出现在这里吗 没有吧 所以呢 我为什么要学这个东西 我为什么要去了解 我们就会知道 这叫第一梯队 这叫第二梯队 这叫什么 第三梯队 如何在这个中间逐集的去做 这才是本片本系列的一个重点 所以我们现在在讲第一梯队 那它就是属于什么 下跌之后我们的首选目标 它就来自于V型反转 因为当它打连板 才有概率去走V型 才有概率告诉你 哦 它是不愿意下跌的 那我赶紧就跟这样的票 为什么 它会有一个急于修复的行情 对不对 多讲一句 那如果在这里来个慢慢悠悠的 阳线的票呢 是不是这个主力就不着急上工啊 那不着急上工 在这一轮下跌的这个时间节点 您进去 您介入 请问一下 那是不是就没效率啊 至少在短期来说 在第一个阶段来说 是不是就没有效率了 所以你透过基因次养 你就直接可以做到效率为王 这才是什么 这才是一重底的一个内核 它只有一重底吧 直接上去了吧 这也就是来自于什么 V型反转一重底的内核 明白了吧 所以我们为什么重视基因次养的质量 就是这个原因 那这个票同样是作为案例 叫做联名股份 这个后面我们还会展开 那在这里引入到它 就是因为大家知道 它的一字板和前面是不一样的 看见没有 它是在了什么 主峰之下产生的 它是过了这个 它是过了这个凹峰 过了这个凹峰 还过了这个凹峰 看见没有 还顶一字的 所以它的位置是不一样的 所以它这里的一字板一出 大家就知道 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过峰 因为这个峰是不是属于一个强压 为什么是强压 您看一下对应的量 这么高的量 请问后面有没有凹峰 有没有单枪 它没有凹峰侦察链的火力侦察 那如果要过去 除了顶一字 其余方式是很难一次就打过去的 所以它的换手板 就是在这个下方 在这个主峰的下方 而当空间打到了什么强压区域 它才开始顶一字板 所以大家以后对于一字板 它的这个发生的位置 可以提前去预判 就是来自于它左侧的建构 哪些位置容易出一字板 所以一字板与位置是相关的 我们要心里有数 而不同的位置出的一字板 将直接决定后面的什么 它的走势不同 当然补充一点 有朋友肯定会问 那这个地方换手板了 这么高的量 那后面为什么下跌呢 对吧 因为其根本上来说 它不是换手板 它仍然是一字板 它是个假的 换手板的核心 你要记住了 它是换里面的资金出来 是外面进来的资金来接力 然后次强势上涨 所以这就势必会造成什么 在换手板的当任里 会出现巨幅的震荡 有些个别的个股 甚至会出现全天的震荡 一直围绕到什么 尾盘才去封板 那这里面的猫腻很多 这里就不展开了 我们只要在这个系列当中 了解以上的这一点知识 就可以了 那您看一下 您还把它当换手板吗 它是不是跟一字板毫无区别 它全天的涨停 基本就没有打开过 我想请问一下 接力资金如何进场 怎么进场 对不对 那您看一下 这个才是封上的什么 换手板 前面也是一字板 那我们看一下分时 这里才可能让场外的资金 可以进场去接力 你懂了吧 所以完全是不同的 两个概念 好了 这一篇的内容 我们就跟大家先讲到这里 觉得本视频对您有帮助 欢迎留言点赞与转发 更多的干货 咱们下期再见 大家拜拜